有很多大兄弟来找我 我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一开始女生会对于我很热情 后面就越来越冷淡了 今天我就站在女生的角度 跟大兄弟分析一下背后的底层逻辑 就是一开始我确实对你是有好感的 也是想了解一下 我对你很上头 这个是真的 但是后来接触以后呢 我发现 你确实也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我就开始对你下头了 这个也是真的 那至于为什么我会回复你消息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会有一个 毫无缘由的道德包袱 就比方说 我不喜欢直接去拒绝对方 因为我觉得这个样子太不地道了 因为大家可能都是朋友 一起聊聊 也未尝不可 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而有一些女生确实是热衷于养鱼的 那你刚好郑重对方下怀 那女生就会认为 鱼塘里多了一条鱼 可乐而不为呢 那平时跟你聊天聊的还可以 但如果说要为了你 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比方说陪你去吃饭 陪你去看电影 还要接受你的肢体接触 或者确定关系 浪费大量的时间 那他可能真的做不到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主动找他 他绝对不会主动找你 你如果主动找他 他有一搭没一搭的你聊聊天 这个时候呢 你会不会不甘心 会不会愤愤不平 会不会十分想回到 当初你们聊天那种热烈的场景 于是你就开始反思跟分析自己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做的不够好啊 你就开始翻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 到底是哪个地方差点意思啊 然后你就加大力度的上赶着 去逼问女生 然后说每一句话都小心翼翼的 你导致自己一点魅力都没有 最关键的是一琢磨 就会导致你不自觉的陷进去 然后随着你的沉默成本越来越高 你就会越来越内心不平衡 你就会陷入一个巨大的内耗里面 但这些其实根本原因不过就是 你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吸引 也没有让他觉得坚定的 想要选择你的那个程度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想怎么接着 给他写小作文 反转他的态度 或者说送点东西 证明一下诚意 感动他 你就是男员被惹了 你越努力 越让他觉得恶心 就是一句话 恶心 大学你记住一句话 对错误的人来讲 真诚的确是必杀机 是杀死自己的必杀机 如果女生真的喜欢你 一定会接近你 靠近你 了解你 想要跟你聊天 想要跟你约会 会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跑过来打扮的美美的见你 你会接受你小心翼翼的表白 那如果都没有 你凭什么认为女生会喜欢你呢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你要做的就是 回归到理性 然后对女生进行一个谨慎的判断 如果发现没有信到位 你立马给我改变你的策略 你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但是从一开始 你就是别人鱼塘里的一条鱼 可能他现在不寂寞了 也有可能是另一条鱼 他脱颖而出了 那女生自然而然的就不跟你玩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 你尊重一下游戏规则 如果你听到这里呢 内心也是一阵翻腾 因为你也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一开始女生对你还是很热情的 然后之后呢 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冷淡了 直到演变成了就是 你不主动找女生 女生也不会主动找你 甚至很多时候啊 你会心里产生一种落差感 为什么他现在对我态度这么敷衍 而且语气特别的拽 你很想回到当时 你们聊天的那种热情 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现在你跟女生的关系闹得很僵硬 你又很想要追到他 可以来找我帮你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伤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或访问的情感人体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已经签巴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节目 记得最新联系方式哦